冬游十季 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 我的梦里 我的心里 我的哭声里 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 等一下 这里是东京站 早上的东京站好吗 喜欢主播的 喜欢主播的 喜欢主播到点点关注 喜欢主播的宝宝请点右上角关注 关注主播不迷路 主播带你回家住了 这个节目是向东京地图投掷飞镳 去投中的地方 在那里寻找最美味的东西吃 2 1 左边 这是哪里 近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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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不满意 为什么 因为这什么都没有吧 近距离 大家要求太高了 这次投中的是长棕 似乎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 到了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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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一点了 已经到了 开心 开心一点 走出发 不要不连强 不要不连强 标新的地方 商店街 标识是一只蜜眼笑的兔子军 挺大的嘛 很昌华 对啊 我觉得那个比那个忽悦 银座 还人很多 我们说说 就是这种店 对 有那种日本的感觉 这种通道 长征 到处揚溢着古朴的气息 连照相馆都走的是 周和复古风 在看 莎莎拼命地解释着我们的节目 老爷爷还是不同意拍摄 我已经已经离开了两年了 我已经休息了 我也懂 莎莎和小西突然发现了一家看上去很有年代的店 一大早出门 已经饿得不行的二人决定 先在这里吃点东西垫垫肚子 这家店的招牌天妇罗套餐 看起来挺丰富的 超大的炸虾肉吃心软球团 好大 太炸了 性感的 莎莎来吧 莎莎很适合莎莎 莎莎要做的这个 这个节目的不能播放 现在这样的店在日本也很少了 可以享受一下这个气氛 今天Nanana 莎莎和希子推荐的是在櫻花的季节 日本人肯定会唱的三首跟櫻花季节有关的歌曲 第一首是《Sakura》 《櫻花季节在盖上忘记记》 这首歌比较老吧 《春要跟着》 应该日本人都会唱吧 在中国比较有名的是这首歌吧 对日本人来说是最难猜的一首 我们让莎莎和小夕玩一个游戏 谁输了谁就请客 二人分别找路人 才被遮住的是什么 先让路人猜中的获胜 谢谢你 马俊 一 开始 他也想去找那个女生 妈妈 哎呀 妈妈 现在 1L液的泪泪 这首歌是什么 你怎么唱的 是的 谢谢 谢谢 我会在这里做的事 是的 日日 日日 谢谢 我来说一下 对吗 瞳目を閉じれば あなたが瞼の裏にいることです 好嘞 好恥ずかしい 这是中国的网络 中国的网络 祝你 祝你 虽然输了 但是很开心 因为他唱歌很认真 认真用心歌唱的感觉 真的非常棒 刚才那个男生 我们在拍摄风景的时候 突然发现城邓的拉面店非常多 甚至走几步都会有一家 所以莎莎和小夕决定去寻找最有人气的拉面店 这家拉面店有人来对 对 我问一下吧 可以拍摄 这家店在当地相当有名 原来是德国美食排行榜冠军啊 我们去买票吧 买票买票 然后把这个票给店员 这家店里面坐满了人 莎莎和小夕也是排了很久的队呢 看了老半天师傅鲜熟的手法 莎莎和小夕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香喷喷的拉面终于来了 豪华 小夕点的是特制中华拉面 店里密质的叉烧和拉面搭配的恰到好处 使拉面的口感更加豪华 汤汁也浓郁而不腻 汤汁也浓郁而不腻 好吃 这个真的好吃 喜欢 我也想吃 好吃 我也想吃 很淡的酱油味 然后里面又放了那种像鱼 就是煮的那种干鱼的味道 酱油拉面吗 我也想吃 我也想吃 我的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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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好吃 好吃 你那里面真的好酥 好奇怪 因为它比较粗嘛 要煮得久一点 奇怪 但我觉得中国的兰州拉面也非常好吃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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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莎莎点的是特制炸面 金刀的冷面调配上特制的热汤 让你吃一口就回味无穷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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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日本人不是这样吃的 他怎样吃 日本人不是这样吃的 日本人不是这样吃的 那你干啥 让他看一下 日本的正式的吃饭 日本的正式的吃饭 吃饭 2 1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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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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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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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这个 我好喜欢这个 像鼻涕 对 不要说这样子嘛